凝聚2024一起来挺赖的这样共识 是从政士气的有效方法吗 赖副总统是适合的总统候选人 那整合的部分 我的答案跟总统一样 我想党内也有高度的共识 算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吗 只是作为民进党的代理主席 陈其脉似乎意识到这立场太明确 但是我想也许也有其他人 会有不同的一个考量 也许会有党内会有其他的候选人 也说不定 赶紧打圆场 而民进党也动起来 要拼竞速整合 败选后一个月发布检讨报告 随着赖清德有望一月接掌党魁 下一站得放眼南投立委补选 人选很有可能是他 那我要特别特别的感谢 所有南投县的相亲 根据与会人士转述 民进党南投立委补选协调小组 28日报告已经沟通协调 预计下周中场会将通过推派 前立委蔡培会参战 相信赖清德一定会全力以赴 毕竟这是他担任党主席以来的首战 选民愿不愿力了 民进党一个再站起来的一个机会 栏头立委补选当然是一个指标的战役 除了党内整合另外选前民进党常有IG的reels 发影片论述证件或反击对手 败选后成绩超过一个月最新影片上架 和平靠国防 只要台湾够强青年就不用上战场 而是成为全球民主自由的主场 决动阐述并延长一年的庇佑性 民进党要拼夺回舆论和民众信任度 而且要越快越好 TVBS新闻 黄顺维 刘宇峻 刘宇峻 爱情小组 台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 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